大家好,我是大雄 北约峰会召开,泽连斯基对此次峰会满意 为什么满意?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 但在加入北约进程上获得了一些改变 获得援助和安全保障,获得一些承诺 乌克兰已经赢不少了 峰会前泽连斯基威胁不参加 甚至对北约成员国口吐不快 实际上是一种讨价还价 媒体抓拍了两张照片 距离泽连斯基最近的泽连斯基夫人 正在和其他的女士聊天 泽连斯基不好插进去讲话 这尴尬的瞬间被拍到了 变成泽连斯基没人搭理 是不是真的这样? 现场视频大概不是这么说的 泽连斯基受不受欢迎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乌克兰得到多少 其实根本不需要在意这些 看看乌克兰都获得什么 就知道泽连斯基满目满意了 法国援助头皮远程导弹 射程可达300公里 挪威向乌克兰转让两套NASAMS防空系统 一千架小型黑黄蜂无人机 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25亿克朗增加到100亿克朗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 6500万美元的一篮子援助 其中包括了70多辆战车和 后勤支援车辆 数千枚挑战者2坦克炮弹 装备维修设备 以及建立军事康复中心 澳大利亚向乌克兰提供30辆 大毒蛇轮实装甲车 德国提供7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包括两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发射器 4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 25辆暴役坦克 2万枚的爆二的弹药 侦察无人机 防空导弹弹药和排雷设备 加大提供4.1美元的援助 日本提供无人机探测系统 乌克兰和瑞典签署了 国防采购合作协议 从瑞典采购军事装备 11国飞行联盟成员 开始正式的培训乌克兰F-16飞行员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会完成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莱巴表示 到2024年3月底 F-16战斗机将在乌克兰上空飞行 而北约峰会最重要的 是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做出条件改善 还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 7月12日 泽雷斯基和北约秘书长 廷斯·斯托尔滕贝格 举行联合的新闻发布会 泽雷斯基表示 虽然北约维尔纽斯峰会的结果 对乌克兰来说并不完善 但也不错 泽雷斯基补充说 这次峰会的成果很好 如果有邀请那就更完美了 斯托尔滕贝格 宣布对乌克兰一篮子的支持计划 使乌克兰更接近北约的 实际支持计划成立 训练乌克兰武装部队达到北约标准 成立乌克兰北约理事会 取消乌克兰的MAP 支持加速的加入 将原先两部计划改为一部 当乌克兰满足要求 北约成员国同意后 将宣布乌克兰加入北约 斯托尔滕贝格保证 这对乌克兰来说 是一个强有力的一篮子计划 也就是加入北约的直接途径 七国集团宣布 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 将签署联合声明 阐述如何在未来几年 支持乌克兰结束战争 并威慑和应对未来的任何袭击 联合声明签署方 还将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双边安全承诺 旨在建设一个 现在和未来都能捍卫领土主权的乌克兰 声明的核心论点是 确认乌克兰的安全是 欧洲大西洋地区安全的组成部分 为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提供支持 声明前准后 这一期和北约成员国宣布 提供更多的安全援助 在陆地空中和海上交付现代军事装备 乌克兰军队的训练 发展乌克兰工业基础 更广泛更迅速的共享情报数据 打击网络攻击和混合威胁 作为交换 乌克兰则承诺加强盟军援助的透明度和问责措施 进行改革 促进国防改革和现代化 包括司法制度和文官对武装部队的控制 声明是一份框架性通用文件 下一步乌克兰将与各个承担国之间 缔结双边安全协定体系 并在多边合作框架下统一起来 声明还允许七国集团以外的其他国家 加入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恩表示 欧盟将成为七国集团 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关键合作伙伴 本次的北约峰会 乌克兰在加入北约进程获得明确的改善条件 还获得这些国家的安全保障 意味着在军事援助 经济援助方面 不会再有后顾之忧 七国集团在维尔纽斯通过声明宣布 俄罗斯在七大集团国家的资产将被冻结 直到俄罗斯向乌克兰支付赔偿 俄乌战争爆发后 美国 英国 欧盟等冻结俄罗斯 在其管辖范围内的3000亿欧元的资产 对于如何处理这3000亿欧元资产 目前仍然没有定论 但各国建议美国 英国 欧盟等建立一个基金 将冻结储备中的流动资产 转移到了该基金进行管理 并将这些基金的投资利润 用于乌克兰的恢复 本年度 欧盟领导人支持将俄罗斯央行资产 3000亿欧元产生的30亿欧元利润 转移到乌克兰 俄罗斯想拿回这3000亿欧元 前置条件就是向乌克兰资产 最终可能这3000亿欧元都不够赔 7月12日 在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泽连斯基表示 我们相信乌克兰的胜利 在北约成立75周年之际 乌克兰将以胜利者姿态加入北约 泽连斯基希望乌克兰 能在2024年赢得战争 泽连斯基还表示 乌克兰距离加入欧盟也不遥远 最终将加入欧盟 北约 那么泽连斯基对此次的北约峰会满意不 显然是很满意的 要是乌克兰能直接加入北约就更满意了 不过现阶段不可能 泽连斯基很清楚这些 所以提出更多的安全保障和援助要求 都得到了满足收获满满 泽连斯基参加北约峰会遭冷役 恐怕是个冷笑话 来简单看看战场的消息 在一些地区 俄乌战斗激烈 巴克木特地区战斗激烈 乌军持续的向南北两翼 索莱达进攻 这阵势就是逐步的合围俄军 北翼比尔西夫卡早上被俄军控制 到了下午乌军又回到了比尔西夫卡 南翼 乌军向安德里夫卡和库尔九米夫卡方向前进 取得很大进展 巴克木特南翼库尔九米夫卡附近 乌军发起进攻 一辆俄军T-90坦克在被击毁 乌军第三突击旅 第一机械化旅 第一机械化营在巴克木特 俘虏不少的俄军士兵 扎布罗热前线 乌军在左翼和中部取得进展 乌汉已经向罗伯泰尼方向推进 乌军47里损失一些部战车后 公布了罗伯泰尼市区 扎布罗热切尔沃诺塞利夫卡郊区 距前线25公里处 乌军使用无人机摧毁了俄罗斯系统 瑞典援助12坦克集结 加入了扎布罗热战场 阿弗迪弗卡方向 乌军击退了俄军在阿弗迪弗卡 和内威尔斯克的攻势 俄军对沃迪亚发动进攻 结果被乌军第53旅打击 损失一个联兵力 十辆装甲车和部战车 斯瓦扎克里米纳方向 俄军发动向托尔斯克推进的进攻 不到一天就被反推了 乌军沿攻入在夜间发起反击 将俄军向东驱赶至迪布罗瓦 俄军空袭和炮击表明 乌军部队已经到达了水库东岸 成功巩固了战线赫尔松地区 乌军继续扩大桥头堡 俄军现在已经无法阻挡乌军在赫尔松的推进 因为开始就没打下桥头堡 乌军逐渐扩大这里 等河道继续干涸 就直接挥尸难架 扎布罗瓦地区托克马克和切尔尼戈夫卡 遭到了乌军袭击发生爆炸 这一切形势眼看俄军就是大败了 乌克兰胜利不远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